活着是作家于华的代表作之一,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,随着内战,三法无法,大跃进,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,时不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,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,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故事。 小叔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过程,掀起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波浪,表现了一种面对死亡过程的可能的态度。 活着本身很艰难,连续生命就得艰难的活着,正因为异常艰难,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,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,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,也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收服力了,因为时间无需通知。 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,二以笑的方式哭,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,三,作为一个词语。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,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,也不是来自于进攻,而是忍受,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,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,无良和平庸。 此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是因为不得不来,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,是因为不得不走。 五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,六座人不能忘记四条,话不要说错,床不要睡错,门槛不要踏错,口袋不要摸错。 七人啊,活着时受了再多的苦,到了快死的时候,也会想个法子来宽慰自己,把做人还是平常点好,盯着个周那个,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。 像我这样,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,可寿命长,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,我还活着。 九一个人命再大,要是自己想死,那就怎么也活不了,使我知道,他不会和我拼命了。 可他说的话,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,脑袋掉不下来,倒是疼得死去活来。 十一一,你千万别糊涂,死人都还想活过来,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。 十二,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达纯的美好,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,对善与恶一视同仁,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。 十三,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,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。 十四,我看着那条汪须,这通向城里的小路,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,月光照在路上,像是撒满了盐。 食物写作过程让我明白,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,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所活着。 谁容人只要活得高兴,穷也不怕。 十七,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,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。 十八,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有黑,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,将那块古靶的田地庚的花花扳动,犹如水面上当起的波浪。 十九少年居游荡,中年小学藏,老年做和尚,二十老子就是啃你家祖坟里的懒骨头,也不会像你要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